在讲解大学联招办法各项申请结果安排之前 首先简介各项的申请结果 正式轮选选适用于所有符合大学联招办法申请资格的申请人 补选只适用于未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的申请人 第二轮补选只适用于未获得任何正式轮选 以及补选取录资格的申请人 根据复合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的轮选 只适用于已递交要求根据复合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的申请人 正式轮选结果Main Round Offer 会在2022年8月10日上午9点正 透过大学联招办法网站 有间大学联招办法参与院校网站 以及大学联招处24小时互动语音系统公布 获得以后接纳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的申请人 必须要在2022年8月11日下午5点前 要交港币5000元正的留委费 以及在院校指定的时段外完成注册手续 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的申请人必须要留意 这项取录资格是属于你在同一个学年 即是2022到2023年里面最优先 以及唯一既符合取录资格的课程 并且是你课程选择名单里面 排列最高的取录资格 因此不论申请人占纳 或者放弃这项的取录资格 在同一个学年里面 即是2022到2023年里面 都不会再被取录入读任何经大学年招办法可以选择的课程 除非申请人持有复合成绩 并已经递交要求根据复合成绩 重新考虑入学申请 在这个情况之下 申请人会有机会获得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 一旦获得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 原有的正式轮选取录资格 就会立即被撤回 在这里分享一个常见的询询 我申请了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复合 我应不应该接纳正式轮选取录资格 在这个时候申请人应该要考虑 如果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复合之后 没有取得更高的科目等级 或者在重新考虑入学申请之后 没有获得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 你会不会接纳本年度正式轮选中获取的唯一取录资格 如果接纳 就必须要根据刚才提纳接纳正式轮选取录资格 的程序完成注册手续 如果不接纳 而又在重新考虑入学申请后 未获得较高次序课程取录资格 原有的正式轮选取录资格 无论申请人接纳或放弃都会立即被撤回 因为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 会是申请人在本年度里面 最优先以及唯一的取录资格 如果申请人已经接纳了正式轮选取录资格 但在重新考虑入学申请后 没有获得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 原有的正式轮选取录资格 就维持不变 持有复合成绩的申请人 可以在2022年8月18日上周9点多下周6点 登入大学联招办法账户递交申请 如果想了解自己是否符合递交要求 根据复合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 可以scan红色框框里面的QR Code 查阅相关的资讯 申请人或有疑虑 会否因公布复合成绩的日期 搞公布正式轮选取录结果词 而影响取录资格 同学可以放心 如果申请人符合有关课程的所有入学要求 和在所选步课程的平衡结果名单上的位置 高过正式轮选取录线 不论课程额满与否 申请人也会获得该课程的取录资格 在此再次提醒 如果重新考虑入学申请后 获得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 原有的正式轮选取录资格 即被撤缓 所以申请人在递交申请前 无必三司是否希望给院校重新考虑他的入学申请 而根据复合成绩 重新考虑入学申请的 轮选结果 Reconsideration Roundoffer 会在2022年8月25日上午9点正 透过申请人的大学联招办法 账户、电邮、电邮及SMS公布 获得及接纳取录资格 或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的申请人 需要在同日 即是2022年8月25日下午5点前 绕交港币5000元正的留位费 或在大学联招办法账户中 表示接纳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 以及在院校指定的时段当年完成注册手续 如果申请人已缴交港币5000元正的留位费 已接纳正式轮选取录资格 就无需再缴交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的留位费 但申请人必须要登入Jupper's Account 表示接纳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 当申请人表示接纳较高次序的课程取录资格后 Jupper's Office便将申请人已缴交 做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的留位费 转作较高次序课程取录资格的留位费 获取录资格或较高次序课程取录资格的申请人必须要留意 这项取录资格是属于申请人在同一个学年 即是2022至2023年中最优先及唯一 既符合取录资格的课程 亦是你课程选择名单中排列最高的取录资格 因此不论申请人接纳或放弃这项取录资格 在同一个学年中即是2022至2023年中 都不会再被取录入读任何经大学拥招办法可选拨的课程 普选只限于未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的申请人 普选结果Flearing Roundover 会在2022年8月29日上午9点正 透过申请人的大学拥招办法账户 电邮及SMS公布 获得及接纳保选取录资格的申请人 需要在同日即是2022年8月29日下午5点前 缴交港币5000元正的留委费 以及在院校指定的时段外完成注册手续 获保选取录资格的申请人必须留意 这项取录资格是属于申请人在同一个学年 即是2022年至2023年中 最优先以及唯一 既符合取录资格 并且是你课程选择名单中排列最高的取录资格 因此不论申请人接纳或放弃取录资格 在同一个学年即是2022年至2023年中 都不会再被取录入讀任何经大学联招办法可选报的课程 第二轮保选只限于未获得正式联选 以及保选取录之间的申请人 第二轮保选结果 这个Subsub Supreme Round Offer 会在2022年9月1日上午9点正 透过申请人的大学联招办法帐户 电邮以及SMS公布 获第二轮保选取录资格的申请人必须留意 在第二轮保选中 申请人会有机会获得多于一项取录资格 或者未有选报的课程取录资格 不论申请人在第二轮保选取录资格是属于教资会的资助课程 高大自资课程 或者是SSSDP资助计划课程 申请人都只能够接纳其中一项取录资格 获得而且接纳第二轮保选取录资格的申请人 必须在他的大学联招办法帐户中 表示接纳其中一项取录资格 也在同日即是2022年9月1日下周5点前 要交广币5000元准的留委费 和在院校指定的时段中完成注册手续 以缴交第二轮保选取录资格留委费的申请人 不论申请人有否取录该申请人的院校完成注册手续 在同一项年即是2022至2023年中 都不会再被取录入读任何经大学联招办法可选部的课程 如果申请人未有缴交港币5000元准的留委费 則被事作放弃第二轮保选取录资格 如果日后上有学压空缺 院校或会再考量他的申请 最后大家可以在大学联招办法的网站上 浏览实用资料以及常见问题找到更多的资讯 例如是网上申请系统申请人手册 轮选程序的示范 如果有任何查询 欢迎透过以下列出的途径 和大学联招职员联络 我们的服务时间是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8时45分至下午1时 以及下午2时至下午5时15分 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 以及香港大学假期休息 希望以上的资讯可以令申请人和家长 对本年度大学联招办法修改课程选择 以及申请结果的安排有更多的认识 多谢